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怎么又来玩哭泡 老姐今时不同往日 这里是怪物变形哭泡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技能了 听起来有点意思 勉强陪你玩会吧 咦 第一关都不给腰死的吗 这年代出门已经不用带腰死了 你知道不 看我的 小弟你该不会是想用你的铁头装开铁门吧 当然不是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小老弟 我去小弟变成野人了 真是丑上极好丑啊 但这棋子确实挺符合你的 臭老姐你什么眼神 我明明就是公认的大帅哥 就算变成野人 也绝对是野人中最帅气的那个 小弟你是怎么变身的 点击左边的尖号 展开变身列表 有几种怪物可以自行选择变身 原来如此 第一关比较简单 老姐我开路 你电话 看我一直都把这铁门直接砸了 力气挺大呀小弟 那当然我现在可是野人专事 我也要变成野人 咱们从头头抓紧时间赶紧下一关 没想到野人还挺有用的 我要继续当野人 老姐你是不是傻 这里每个关卡都不同 咱们需要运用怪物的特点和能力来过关 以我看这第二关应该就是变成蜘蛛了 看我的 毫不费力跑到墙上了 小弟你等等我呀 比赛第一有一地啊姐姐我先走了 我得赶紧追上去 姐姐你太慢了 以我看你这枯堡打人的称号也该拱手扔给我了 前几关一点难度都没有 所以你才能领先的 那就走着瞧吧 行啊这一关也是爬墙 继续当蜘蛛快速爬过去 变成熔岩巨兽斯斯 恒渡炎加盒 还得是我熔岩巨兽 超老弟你高兴什么 论游泳技术我可不会输给你 老姐你就等着泡泡打脸吧啊嘞 小弟我比你快一步 酸你厉害这一关有木头咱们怎么过 木头而已小弟你去咬 想投吗我是狗对吧 没门铁门都能用石头砸烂木头肯定也可以看我的 不不不不小弟我觉得不太行 奇怪呢要怎么过啊 本死了让我来 永远巨人力量强大我就不信 好吧确实咋不烂 那只能试试野人猎手了 有道理野人长毛技能是放火老姐你试试 哟哟果然的心 来来来来小弟快跟我一起放火烧木头 欺负我容颜居然砸不烂石墙了 不慌不慌小弟跟我来前面的石墙 编成包包档直接炸开 嘿嘿看见没包包档爆炸为力无穷 哇塞我要炸下一个石墙啊我不敢 没用鬼操地你也太松了吧 哼刚刚其实是我装的故意让你自爆开路 我坐下鱼翁之力 谢谢小弟别编辑了这关我让你先 需要你让吗一个破框还有什么难的 老姐睁到你的眼睛看好了 变成熔岩巨人过岩浆河后 再变成蜘蛛往上爬墙 来呀小弟小心点这楼挺高的 放心吧老姐这难不倒我呜呼 诶不得镜子怎么没路呀 老姐这关卡有根上面压根就没路着 既然上面没路呢我懂了路在脚下 我去老姐你疯了 啊岩浆底下是虚空啊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老姐这咋怎样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里 本老弟有点自信好吗 根据我多年的侦探经验真相 只有一个就是墙上那个东里 先变成熔岩巨人顺利渡过岩浆河 然后变成蜘蛛爬到墙上到达东口前 小弟快来 老姐你确定靠谱吗 当然那么多年的侦探小龙我可没白看 嘿嘿星星都是我的啦 拜拜 拜拜